说到美国总统大学有个非常重要的角度 那就是从中国的角度看待美国总统大学 我中国人我当然从中国角度看呀 中国和美国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析 就是中国的底线 台湾问题美国到底怎么对待 所以又有了个新角度 那就是说 从台湾的这个问题的角度来看待美国总统大学 我觉得有些人说的蛮有意思的 现在特朗普哈里斯两个人都是49 谁能最后拿下那2% 那谁就赢了 今天大家都在投票啊 现在真是到了一个关键的节骨眼上 从台湾角度怎么看待美国总统大学 当然大家知道 无论特朗普哈里斯谁上台对中国都好不了 但是他们俩政策还有细微差别的 比方说关于全球事务的问题 特朗普主张孤立 哈里斯主张干涉 特朗普主张威权 而哈里斯主张所谓美式民主 特朗普主张冷和 哈里斯主张冷战 特朗普主张内缩缩小的缩 哈里斯主张扩张 特朗普主张纯恶 就我就是坏人 我是流氓能咋地 哈里斯主张伪善 特朗普主张交易 那一切都是买卖 哈里斯主张围堵 特朗普主张暴君 哈里斯主张右主 特朗普主张单边 哈里斯主张多边 类似这些词 这些词都不准确啊 但是比较简单容易理解 你要找到任何个错 你都可以发挥 说斯马南说的完全不对 这本事实话说 这还不是我讲的 昨天我就回中心组里学习的时候 老张请来了一个专家 我是随手记下这些人 我觉得讲的还不错 至少是特朗普哈里斯两个人之间 每个人拿一个标签 标签里面有重合 有不同 有共同 反正是有差异的 那么说了特朗普这人就不靠谱 这说的也对 特朗普确实不好预测 是个无法预测的对手 是个疯子 但是在台湾这个问题上 我们通过台湾的问题来看待 两个人谁当选 这不失为一个有趣的分析 你看哈里斯咧着嘴 哈哈大笑 他像是个拿事的人吗 他不行 他就是提前默 所以他的行动取决于 到底谁在后边 给他装什么药 写什么词 帮助他提供提字器 从大方向上看 有人认为两党都支持扩张的帝国主义 并且通过武力扩大美国企业的霸权 差异在于方法上不一样 我经常跟大家说 美国总统不是美国最高权力的执掌者 他是美国的部分的行政权力的代表者 特朗普常说 影子政府 影子政府什么意思 很好理解 就像一个单位的董事会一样 那总统 总统现在也不够选出来 在前台的一个CEO 那从民主党的角度来说 那哈里斯到后边 给他写提字器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简单说就是美国的现实主义者呗 外交政策精英呗 换句话说 当然这些人你可以换句话说 是美国的深层政府 是华尔街 是操控美国的那些资本大佬集团 这些人就比较热闹了 什么为乌克兰而战 什么为LGBTQ而战 什么坚持美国政治正确 这些人外部的表现 是戴上天鹅绒手套的铁拳 看起来既正当又无害 但破坏效果 可铁拳有什么区别 如果你非要用拳头做比喻的话 这俩人当总统啊 特朗普就是一个铁拳 哈里斯呢 戴上天鹅绒手套的一个铁拳 豆腐一碗一碗豆腐啊 拳头都是打人的 特朗普拳头打你 但是哈里斯不但要打你 还逗臭你 不但逗臭你 还要给自己戴上神圣的光环 然后呢 在阳光下 咧着大嘴 哈哈哈哈 傻笑那说了半天从台湾问题角度看待美国总统大选两个人谁当选 到底是啥意思 说白了吧 特朗普这人可以交易 他自称伟大的交易者 特朗普会和台北切割 然后呢 然后北京交易啊 什么都是可以卖的 关键是价钱 大家就是有意思吧 单从这一条来说 我心里就倾向于 应该让特朗普当选 当然他不当选也好啊 你看看到处都是海湾警卫队啊 红伯这么一拥而起 就是说特朗普跟台湾要保护费不断喊价 而且台湾不敢自谋 没有还价空间 按照特朗普的说法 台湾人小偷 偷走了百分之百的美国芯片生意 大家知道现在台湾省的这帮人有苦说不出来啊 拜登已经从台积电挖走了650亿美元的本土投资 特朗普背口只会更大 刚才我读华山雄见一篇文章 我觉得他用了个词很好 他说美国总统也有个性价比的问题啊 从注重性价比的角度来看待谁担任美国总统 有意思 那实际上就是对台湾问题做一个彻底的估值 然后呢 然后耍扔起来叫抛售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特朗普当选可能有助于台湾问题的彻底解决 当然这是一家之业说的不对的 您批评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北京市 东城区居民 斯马兰再见